这的海拔是5084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露营了 挑战一下露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 是一种什么感觉 咱们去进出看看 这就是大自然的奇观呀 在这个地方居然会有喷得这么高的温泉 温度很高 是吗 人都在里头煮鸡蛋呢 这的海拔是5084 你看我们家这个12岁的狗 好好的 一点事没有 还很欢食 去吧 去自己玩去 我要去温泉那看看 你别被你掉下去了 被你煮熟了 温泉煮狗 这才真是 奇怪呢 小心点烫 小心点烫 谢谢你 也不能烫 我这样看太好看了 你看 太好看了 我身后就是达克架喷泉 温泉 据说这个水温有80多度 这是一个大的 这边还有个小的泉眼 有人在这里面煮鸡蛋 我没敢摸 我估计水会很烫 你看后面那个蒸汽 这个地方很好找的 就在我们去改泽的路上 在216国道的旁边 就在216国道上 这个地方风景太好了 太好看了 这儿的海拔是5084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 就在这儿露营了 挑战一下 露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 是一种什么感觉 外面风太大了 今天我就在车里坐 炒个鸡豆丝 再炒个西红柿炒鸡蛋 哎呀 天都亮了 早上七点半 这家伙把我叫醒了 这里是达克架喷泉景区 喷泉在这儿 海拔5084 我们昨天晚上就在 海拔5000多的地方露营的 没什么感觉 我们俩辆车 我早上下来还有点转向 我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这个地方是入口 顺着这条路开进来 然后 喷泉就在这儿 冒热气的地方 等会儿去那打打热水洗脸 这是人家收集的牛粪 全攒成堆的 猫牛在那儿 猫牛一直在顶着拉开看 拉开不要去啊 你不要到那去 猫牛在那边 猫牛会顶你的 快跑了 走 我们去看前面看看 快走 他在熟悉地形 小鬼鬼也下来了 你要说啥 闭嘴 小鬼鬼 小鬼鬼 小鬼鬼快来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 三尿 来来尿尿呢 可以 知道的不给我尿了那两回 后来晚 懂事了 知道知道下来尿尿了 这一大早上的热气 这个温泉是 地壳板块挤压形成的 而且它有的时候会碰的高 有的时候碰的低 不知道它青岛是个什么样 这山上大大小小 一百多个全崖 哎呦 哎呦 还挺烫的 至少有 六十度 这是一个小的 大的在这边 这大的是日夜不停啊 在这咕咕咕的往外冒着 不过早上没有晚上那会儿喷得高 晚上最高的时候能喷到 差不多快两米那么高 热气 里边是太阳 哦像仙境似的 嘿嘿 这会儿车里的温度就2.4度 我赶紧烧点热水 这边早上的温度太低了 看见这地上的水印没 这是我的清水箱 温度低于零度它自动排水 我水箱水我都没舍得用 结果给排完了 早上我用这个桶 在那打了一桶热水 回来泡脚 这水好烫啊 我晾了好久 然后才泡了 经得到最后都很烫 现在呢我再去打上半桶 回来刷锅洗碗 因为水箱里边的水 现在排完了 只能是把这个打的 打点热水晾凉一点 然后刷锅 看见那边冒得蒸汽了没 这水好烫的 这个大的这个 那水温我估计更高 我没赶到跟前去 我早上就是在这个小坑里面 好烫 烫了 哎呀好了 我这个桶还是蛮有用的 这回去洗锅还得晾好久才能洗 这回去洗锅还得晾好久才能洗 不然的话太烫也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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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帮它去洗了 现在这次洗了 现在海拔五千 五千零八十四 我们的车 停了离这个全沿大概有 二百米的位置 这一头水是十升 要提到跟前我至少得洗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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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忙呀 累死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